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许多人互相约了要一起跳到免费版玩 之前跟如来挂个几天的那次不算的话 正是我第一次认真的玩免费版 上集提到的F4 他们四个里面只有虚幻打算跳免费版 而且一开服就已经冲好角色 冲到排行榜前记名了 那就是神雕伺服器后来鼎鼎大名的额眉第一 天马行空 而我是比较晚才决定过去的 天马在知道我要过去以后 给了我许多物资让我练等 东尼虽然一直被我们两个拉来 但是因为他在经典版已经花太多心力和金钱 在免费版始终不是很投入 最后直接就买了一个很强的账号 君莫喜 然后还花了三万买了一套无极装 常常在打谈的时候借我穿 而我因为不想一直跟他借来穿 所以听说无极装降到两万的时候 我立马就买了一套还他 这还是我玩金庸以来 第一次直接花这么大笔的金额来买装备 因为免费版最困扰我的就是二三阶级的 我永远都搞不懂也不想搞懂 所以直接花钱买最快又不花心力 而云之舞同样也被我们拉来 他也买了一只角色叫柳橙芝 虽然跟他本来的名字形象差很多 但是叫柳橙芝也挺有趣的 因为我比较晚才开始练 天马怕我追不上大家 于是一开始就帮我设定好人物的走向 就是纯粹的专业补师 所有的装备和武器都走防御系 练的内功也是防御最强的一斤斤 因为我本身其实很爱帮人补血和结状态 路上遇到昏迷的玩家 也会直接就帮他结昏迷 所以这也算是我很爱的游戏玩法 虽然打人不痛也没有关系 只要能在总团战中站得住 负责帮所有队友们补血 我就很开心了 但其实我的心里还是有小小的私心 就是想说如果我将来玩得久 我还是想走全方位的武师 就是能打又能补 但天马却不懂我的想法 她一心觉得我只要当一个补师就好了 于是在帮我解任务的时候 呃...对 我的任务都是天马帮我解的 基本上呢自从回锅玩金庸以后 我的任务都是其他人帮忙解的 我只要出一张嘴说我想要练什么就好了 其他的部分都会有人帮我搞定 呃...好啦 我知道我很过分 但这就是金庸的女玩家一点小小的优势吧 然后有一天 我在听说最强的太旋经 是要零读书才容易解到 所以大家都会忍着不去学读书 可是天马却帮我把读书销满了 我很生气的问她 为什么你要帮我去学读书 这样我不就学不到太旋经了吗 她说 你不是要当补师吗 学艺基金当然可以学读书啊 我听完以后就更生气 觉得她小看我 为什么我就永远就只能当补师 然后她问我 你也想解太旋经吗 我说当然啊 为什么你们可以学我就不能学 然后我就气到不想跟她说话 可怜的天马 她为了补偿我 就答应我一定会帮我学到太旋经 听说已经学了读书的太旋经任务 非常的刁钻 一定要在游戏里某一段时间的指示二课才可以解 如果错过了就要再等一年 我还记得她帮我解的那天是半夜三点 她早早的就守在电脑前 生怕错过时间到时候没解到我会生气 终于在隔天早上醒来后 她跟我说帮我解到太旋经了 然后她很累要去读书 六年后的现在 我必须承认当时的她是对的 更看我的太旋经一直停留在两百集 在我离开免费版之前 完全没有机会改成使用太旋经 真的很谢谢当初免费版的所有伙伴们 包容我这个很任性的学飘柔 下一集我会继续说免费版的恩恩怨怨 想继续听我说金融故事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集见咯 拜拜